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官场公敌王岐山。 作者是莫一潭,该书由领袖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 本视频包含该书章节。 第十三章,王岐山坐镇,众高官落马。 得部分内容。 前出女市长,中纪委直接督办。 2014年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 湖北省宜昌市副市长郑兴华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一名消息人士当天透露, 郑兴华因郭友明案牵出落马,主要是经济问题。 郑兴华案属于郭友明案的案中案,由中纪委直接督办。 郑兴华,1959年出生,武汉人,一直在湖北省内工作, 1999年起,在宜昌任职,先后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国土局局长,副市长等职务,是宜昌市政府唯一的女性领导。 郑兴华与郭友明的官场交集持续多年, 郑兴华,1999年,从中石化第15期中青班学成后, 便从湖北化肥厂计划处处长调至宜昌, 此后15年,一直深耕宜昌。 郭友明则从2000年6月开始,主政宜昌, 两人共事时间长达13年。 据宜昌官方媒体报道, 郑兴华曾多次陪同郭友明调研、考察、 接待、现场办公等, 其具体负责的国土、招商等领域, 亦是郭友明的施政重点。 在郭友明的应户下, 郑兴华在宜昌成了有名的兼职大户。 从2002年到2012年1月升任宜昌市副市长, 郑兴华一直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职, 并从2006年7月开始兼任市国土局局长, 2011年3月兼任宜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不仅如此, 2011年郭友明主政宜昌时的三大项目之一, 龙旁弧度假区因违规批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 被国土资源部通报批评, 时任国土局局长的郑兴华因此受到处罚。 但此次处罚并未对其仕途造成任何影响, 相反次年还被提拔升任宜昌市副市长, 当时宜昌市委书记正是郭友明。 2011年, 郭友明调任湖北省副省长, 但其工作重心仍在宜昌, 直到2012年7月才正式分管全省有关事务。 2013年11月底被查实, 郭任湖北副省长仅一年四个月。 湖北当地纪律监察部门有关知情人当时告诉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郭友明被查与其在宜昌工作期间的关系更大, 与三峡权通事件亦有一定关联。 不过, 上述权威人士透露, 土地问题、三峡权通问题仅仅只是郭友明案的冰山一角。 宜昌和郭友明是李鸿忠的命根子。 在湖北官场, 还有一种说法也得到知情人士的认可, 那就是, 宜昌市和郭友明都是省委书记李鸿忠的命根子。 前面介绍过, 自调任湖北后, 李鸿忠经常负宜昌调研, 对宜昌市委书记郭友明更有另眼相看, 湖北官员早就心知肚明。 据湖北官员私下透露, 李鸿忠从深圳调到湖北后, 就确定了要把宜昌打造成另一个深圳的宏伟计划。 而当时还担任宜昌市委的郭友明, 则是李鸿忠实现这个计划的急先锋。 2007年12月, 李鸿忠到武汉走马上任不久, 就急匆匆地赴宜昌考察。 检索当时的新闻, 仍能看到有关此次宜昌之行的报道。 12月15日下午, 湖北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李鸿忠在宜昌市委书记李又才, 市长郭友明等领导的陪同下, 兴致勃勃地来到宜昌南波建设工地, 对南波多金规项目展开调研工作。 在位于多金规建设工地第二插道项目总规划图前, 宜昌南波总经理王惠文详细汇报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李鸿忠在听取汇报后指出, 希望宜昌南波给内地的企业带个好头, 把深圳速度, 深圳理念带到宜昌, 并心之所致迎出了长江更比珠江好, 这把宜昌当深圳的词句, 令宜昌媒体感叹, 这是对南波的勉励, 更是对宜昌的要求。 七年过后的2012年7月, 当李鸿忠和郭友明都曾给予特殊关照的三峡全通, 传出即将破产的时候, 李鸿忠再次来到宜昌, 这次他强调的是宜昌要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 李鸿忠当时在宜昌强调了两点, 第一是, 气壳鼓不可谢, 一定要把气鼓起来, 竭尽全力, 大概十年。 第二是把工作抓实, 未来的格局必须靠前, 必须靠创, 靠实干实现目标。 郭友明在向李鸿忠汇报时誓言, 宜昌将全力冲刺5000亿, 打造特大城市实力支撑, 五年再造新宜昌, 形成特大城市基本框架, 顺应群众新期待, 提升特大城市幸福指数, 宜昌将在谷干净, 在天措施, 狠抓落实, 在现有基础上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 在湖北保持第二, 在长江沿线同等城市中保持发展前列, 在中部地区同等城市中, 实现保三进二争一。 可笑的是, 在郭友明向李鸿忠发出这番誓言末几天, 就调回省城担任副省长, 不再兼任宜昌市委书记一职。 郭友明的这番大话, 他自己是无法兑现了, 只能留给他的继任者。 虽然郭友明离开了宜昌, 但省委书记李鸿忠对宜昌这个命根子, 仍旧十分关心。 2013年就数次前往宜昌调研, 或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宜昌发展。 如4月12日, 省委、省政府在武汉召开专题会议, 听取宜昌新区规划建设情况汇报, 李鸿忠要求要以大气魄, 心里面、高起点、高标准打造宜昌新区, 将宜昌早日建成既大又强, 特优特美的现代化特大城市。 再如, 5月23日, 李鸿忠就宜昌市引进广汽集团落户宜昌, 做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 广汽进宜昌, 意义很大, 来之不易。 要抓好后续工作, 确保落地, 开花, 结果, 出成效。 在郭有明担任副省长后, 也会经常陪同李鸿忠外出调研。 查阅当地媒体的报道, 最后一次李鸿忠带着郭有明到外地调研, 是2013年8月12日至13日。 李鸿忠在郭有明等人陪同下, 深入云西县城区乡镇, 工厂车间调研。 腐败问题为影响李鸿忠, 进中央宣讲团。 尽管湖北省政坛在11月份就有两名高官落马, 但官方在11月份公布的第一批三中全会宣讲团名单,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赫然在列。 对此, 有评论质问, 不知湖北书记现在哪里宣讲? 人在夯图, 后院失火。 据媒体报道, 在三中全会决定出炉以后, 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宣讲团。 此次中央宣讲团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组成, 共有28名成员, 包括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希, 国土资源部部长江大明, 李鸿忠、 黄其帆、 郑兴丽等。 在这一名单中, 黄其帆和李鸿忠是仅有的两位正部级地方大员。 11月21日, 中央宣讲团在武汉开讲, 李鸿忠做专题辅导报告。 湖北媒体称, 从历史到现实, 从国际到国内, 从决策部署到实践推动,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李鸿忠在报告中, 紧贴事情、党情、 国情、省情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行了全面解读和深入阐释。 11月25日, 黄其帆在重庆举行首场报告会, 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推进政治、文化、 社会和生态文明领域改革,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解读。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罗仲伟表示, 让李鸿忠和黄其帆参与三中全会决定起草, 并让他们成为中央宣讲组成员, 可世卫中央对于中西部地区正在进行的改革探索予以了肯定。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秀摩解读说, 李鸿忠, 黄其帆, 这两位地方大员能进入中央宣讲团, 不仅是他们能讲, 而是在于他们本身具有的知识和素养, 可以将三中全会的决定能够更好地让地方理解。 重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部门官员表示, 这些年, 重庆能在经济发展上名列前茅, 作为在中西部条件并不算好的地区, 能实现这样的成绩, 是与黄其帆在重庆掌管经济十余年的努力分不开的。 不过, 有湖北网友嘲讽道, 今年湖北已经倒台三个副省级高官, 如果追究责任的话, 省委书记自然应该首当其冲, 可现在看来, 想追究李的责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真是朝里有人好办事啊。 李鸿忠能有今天全靠李铁印? 熟悉李鸿忠的人都知道, 他能有今天全靠当初李铁印的一路提携。 李鸿忠和李铁印都是从辽宁省沈阳市起家的。 1975年到1978年, 李鸿忠到辽宁省沈阳郊区荡之清, 后来荡上了大队民兵连长, 智宝主任, 团总之书记, 阁委会副主任。 恢复高考的1978年, 李鸿忠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 1982年毕业。 这一期间的李铁印在文革受到冲击后, 也开始恢复了工作。 1978年至1981年, 李铁印任司机部1447所, 辽宁沈阳, 总工程师, 副所长兼辽宁省沈阳市科委副主任, 省科协副主席。 1981年至1983年, 任辽宁省沈阳市委书记, 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市委常务书记。 1983年至1984年, 任辽宁省委书记。 1984年至1985年, 任辽宁省委书记兼海城县委书记。 就在李铁印在辽宁政坛迅速崛起之际, 从吉林大学毕业的李鸿忠于1982年, 被分配到辽阳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当秘书。 1984年至1985年, 任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公文处理组副组长, 随后又调到省委办公厅给李铁印当秘书。 自此, 李鸿忠成为李铁印的心腹, 并亦步亦趋。 1985年, 李铁印调离辽宁, 出任电子工业部长党组书记。 当时, 李铁印至把李鸿忠从辽宁调到北京, 在电子工业部办公厅当秘书, 一年后升为副处级秘书, 两年后成为正处级秘书。 1987年, 李铁印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一年, 又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 1988年4月, 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 1992年10月, 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 任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 在李铁印离开电子工业部后, 又把李鸿忠安排到广东省惠州市挂职副市长。 从1988年到2007年, 李鸿忠在广东前了二十年, 从惠州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 一直升到广东省委常委, 深圳市委书记、 世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年, 李鸿忠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 湖北省副省长、 代省长, 最后如愿以偿成为政部级高官湖北省省长, 并成为中共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升迁的背后都有黄丽满的影子。 1985年, 李鸿忠调入电子工业部办公厅担任秘书。 他的上司就是时任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黄丽满。 后黄担任主任, 李担任副首。 1988年, 李比黄先妻调到广东, 挂职惠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黄丽满1992年后到达深圳, 任市委副秘书长。 1998年后, 黄任省委副书记李开始借力, 2000年升任惠州市委书记, 2001年升任广东省副省长。 黄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后, 2003年将李调入深圳, 担任自己的副首, 任深圳市长市委副书记。 2005年, 又接替黄任深圳市委书记。 大事件披露。 2007年17大后, 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 李鸿忠作为东部发达地区支援中部的代表, 调任湖北, 任省委副书记、省长。 李鸿忠升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时, 中组部副部长张继南代表中央对理的评价是, 李鸿忠同志, 领导经验丰富,熟悉经济和党务工作, 思想解放, 视野开阔, 组织领导能力强, 有开拓创新精神。 围绕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认真抓好工作落实, 全力推动科学发展, 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2010年12月, 中共中央宣布, 李鸿忠接替退休的罗清泉, 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随后, 有关李鸿忠升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新闻, 被关闭评论。 2011年2月26日, 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 李鸿忠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是越新闻人⋯。 IGH단蛋量的、 微移现曾和读相对与辈生。